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闲友们 晚上好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感恩 感恩的八粒语叫做Gatta Nyo 或者Gatta Vedi 从这个词来说的Gatta 是所做的 Nyo 是知道或者Vedi 是了解清楚 了解清楚感明对方为自己所做的 所付出的就成为感恩 这种八粒词来分析的 人是有感情的 人他是生活在社会上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他们会有很多的互动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如果是从缘上来说呢 可以分为有善缘 有恶缘 有顺缘 有逆缘 有好的缘 有坏的缘 有直接的缘 有间接的缘等很多 缘其实就是条件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如果我们能够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理解 去体谅对方 对对方为自己 为他人 为大众 为这个环境 为这个团体所做的 我们能够看到他为大家的付出 为自己的付出 这个集结就是叫做感恩 感恩是一种美德 感恩是一种善法 拥有感恩心的人 他升级的就是善心 感恩不仅仅对我们好的 对我们付出的 我们需要感恩 对我们不好的 对我们甚至造成伤害的 我们也需要感恩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感恩是一种心的接纳 以及心对对方的一种回报 在我们生活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外缘 而且这些外缘很多时候 它是由于他人跟我们互动而产生的 我们正是在处理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成长 在我们学习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有的人是对我们取到帮助的作用 但是有的人他对我们可能是取到的是一种 我们称为逆缘的 就是他跟我们的心意 跟我们的本意可能是相违背的 但是不管是直接做成我们的或者跟我们相违背的 其实他都是在促成我们学习 促成我们成长 如果说一个慈母 他对待自己的孩子 他只会用溺爱的方式去对待 百般顺从 百般呵护 那这样的孩子 当他长大的时候还是不健康的 心理上不会健康 道德上也不会健康 如果做慈母的对待自己的孩子 当他做对的时候 可以表扬 给予奖励 给予鼓励 当他做错的时候 可以批评 给予教训 甚至可以骂 给予打 我有这么一样 一个孩子他才能够健康的 在心理上 在道德上才能够健康的成长 同样的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样 我们在顺境当中 我们能够促成很多东西更加顺利 自己的事业 学习方面都能够成长 但是在逆境当中 如果我们也能够把所有这些跟我们的本意 跟我们的意愿相违背的人 他们所做的 我们都能够学习 接受 甚至去感恩 感恩 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促成我们成长 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这样的话 他们所做的东西 我们仍然是记得 我们记得并不是记得愁 不是记愁 不是记得他跟我们所做的怎么样 我跟他准备过不去 不是记得他为我们所付诸所做的 但是我感明他 仍然是用感恩他 因为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促成我们成长 促成我们的心里更成熟 促成我们去培养忍耐 我们在上次讲到忍耐的时候 也讲到了 如果没有伤害菩萨的人 没有重伤菩萨的人 那么菩萨的忍耐巴拉米不可能研满 而我们的菩萨也不可能成佛 正是因为有了种种的逆缘 对他不好的人 刁难他的人 指责他的人 批评他的人 诽谤他的人 甚至想杀害他的人 而我们的菩萨都能够接纳 都能够容受 都能够忍耐下去 甚至感恩他们促成 所以才有菩萨成为佛陀 才有菩萨的成就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在生活过程中 在成就过程中 也同样 要培养这样的心 去感恩一切 不仅对于人 我们要感恩 对任何东西 我们都要心怀感恩 在禅修过程中 如果我们的心拥有感恩 我们心存感恩 我们的心是柔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感恩的心 它属于无称的心 在美心所当中 它属于阿多萨无称 同时 有了感恩 我们的心就不容易 对所见到的 所想到的 人啊 事啊 物啊 等等产生排斥 在某一种角度上来说 感恩心 比慈心更有效地 去除嗔恨 去除不满和去除傲慢 我们尝试去培养这种感恩心 如果你的心生起不满的时候 你心生嗔的时候 你尝试去培养感恩 不仅仅对人需要感恩 对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需要感恩 例如说 现在我们在 这法乐禅修园 我们首先需要感恩的是 三宝 佛陀 正法 以及僧团 我们也需要感恩 护法隆天 让我们能够 平安地在这里禅修 我们也需要感恩 长老 长老他苦心地经营 这法乐禅修园 我们也需要感恩 导师的教导 我们也需要感恩 对于我来说 我特别需要感恩 我的恩师 帕欧西亚多 是他爱护 栽培 还有教育 弟子能够慢慢地 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成长 我们还要感恩 所有的贤友 我们看看 在这个法乐禅修园里面 由于大家都爱护这个环境 使我们有个清洁的环境 能够在一起禅修 我们大家都来这里 一起精进地禅修 维护一个很好的 很宁静的环境 使我们能够很少干扰 这也是由大家 互相的体谅 跟互相的付出 我们也需要感恩 敬人的护持 感恩厨房的付出 还要感恩施主们的布施 很多敬人 以及施主们的服务 这样使我们肚子饿了 一听到终生有饭吃 口渴了有水喝 任何的东西 都是现成的 让我们可以 无忧无力地在这里禅修 这一切 其实都是由于大家的付出 每个人的付出 如果我们想到这种付出 我们知道这种付出 这个就是一种感恩 这个也是称为知恩 现在我们在看 所有这些环境 这些小草啊小鸟 它都营造了一个很祥和 很明镜 很自然的气氛 我们也感恩自然 感恩自己的花草树木 这么样的话 我们的心就变得很柔和 我们不需要 因为对方怎么样对我 我需要感恩 而我的心直接对他们 心存感恩 去知恩 你就会体验到当下的快乐 如果我们经常培养这种感恩心 由于感恩心 它跟慈心是很相像的 在散播此爱的时候 需要有特定的对象 他必须要选择是人 必须要选择是一个特定的 最好是一个恭敬的人 但是如果有感恩心的话呢 他甚至是很抽象的 对所有一切都感恩 不需要具体的人 不需要具体的事 不需要具体的物 我们心存感恩 我们的心就体验到快乐 体验到平静 体验到柔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感恩它是更容易见效的 佛陀也赞叹感恩 例如佛陀在讲到 佛陀也讲 就是感恩 在大吉祥经里面 38种吉祥就有一种是感恩 感恩为我们付出的人 感恩教导我们的人 我们看看缅甸人是怎么样 培养感恩 比如说缅甸人讲到的老师 有三种老师 他们叫丁西亚 加西亚 免西亚 西亚就是老师的意思 丁西亚是教导过我们的 曾经指导过我们 或者说教导教训过我们的这种 是属于我们的恩师 还有另外一种是 看到他在教其他人 而自己学到东西的 这个也是一种恩师 还有呢 他在教别人自己听到的 所以呢 就这样的 有教的老师 有听到的老师 有看到的老师 这三种都是属于 杰苏心 杰苏就是恩 心就是主 恩主 就是恩人的意思 那 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确实很需要 有人需要有感恩心 因为 现在的社会 总是被人感觉到 好像是太过 自私啊 很多的人 人际关系太过冷漠 而变成 在 这个社会上 很多 问题 很多社会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 治安的问题 但如果 我们不用太多的去 厌怪 现实 太多的去 抱怨社会 我们从自己做起 先培养一个感恩的心 感恩 跟我们 有关系的人 跟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跟我们的同事 跟我们的上师 还有感恩 任何 对我们付出的人 然后我们再感恩 我们所认识的人 他们 没有伤害过我 没有众伤过我 然后我们再感恩 那些 用各种方式 曾经 所谓的伤害 但其实是在促成 自己成长的人 如果我们用 这个感恩的心 去面对一切 那么我们心中 就没有怨敌 我们就不会说 他伤害过我 他曾经诽谤过我 只有 帮助我们成长的人 而没有伤害过我们的人 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 就不会容易有怨恨 不会容易有憎恨 也不会有太过多的抱怨 不会有太过多的不满 而我们的心 由于心怀着感恩 经常升起的善心 经常升起的善念 而通过自己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就可以体验到 当下的快乐 而且呢 由于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 去面对任何的人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际关系 也可以慢慢地改好 我们就从自己做起 带好周围的人 甚至拥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可以改变环境 慢慢地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 那么到时不管你去到哪里 你都会发现到 你的人际关系也很好 甚至你周围 你都很少逆缘 很少违缘 很多都是顺缘 很多都是善缘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存感恩 你心怀善念 那你就是吉祥的 慢慢地 如果你这种感恩的心 你这种慈爱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你就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 影响到你周围的环境 所以让我们 时时刻刻培养一个感恩的心 用感恩的心 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运用在我们的待人接物 跟做人上 我们也可以用感恩心 运用在产修场 因为有了感恩心 我们的心就能够更加地投入 我们的心就和夜处没有距离 例如我们面对呼吸 如果我们用感恩的心去面对呼吸 我们的心和呼吸就没有距离 由于没有距离 我们的心就和呼吸相应 我们就容易培养出定理来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天天都心怀感恩 时时刻刻都用一个感恩的心 来面对着我们所见到的人事物 这样的话慢慢地来改变我们自己 慢慢地来改变我们的心 来改变我们的禅修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sabhāsādā nāṁ bājēmīt dēsāpē mēsāmāṁ būñābākāṁ lābāṇṭu 愿我此功德 倒向猪肉鏡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为朕涅槃源 我此功德分 回向诸友情 愿彼等一切 同得功德分 sā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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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此功德 分析 协许友情 我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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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